孟磊一番话说出宜诺面临的现状 如今教练组即使给他打鸡血 感觉已经没有作用 甚至最终结果就是换掉宜诺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2023年KPL春季赛 AG第二轮未尝一胜 这成绩已经跌至谷底 才会有众多专业人士提议 AG换人 毕竟最后一局即使能赢KSG 也要打AB卡位赛 还不如早一点换上卫秧或者九成 而孟磊在观看Hero无谓的采访 听到他说 教练组给他们打了大量的鸡血 孟磊跟最初就此开始模仿 直接说出了一诺目前面临现状 最终结果可能就是换人 你看你也打了五六年了 对吧 大概挤着四个新人 也有老将的样子 但是现在团队出了一点问题 对吧 现在又只能你一个人指挥 你的指挥能力是很强的 对吧 我知道你打野核很厉害 嗯 但是现在 这个版本对吧 以及队伍的需要啊 需要你担任蓝领的位置 把你的位置 哎 我不我就想打野核 你就想打野核 对我知道你听我说 嗯 我知道你野核很厉害 但是要掺杂的一些蓝领 野核我说实话 你只要拿出进来就是两分 对不对 现在只取一分 我现在输多了没那么自信 没那么自信 OK 多大点鸡血 你别一直干我 OK 说到哪了 就是我现在我感觉 你现在是 我感觉现在我自己啊 就现在没有热情了 就是状态不稳定 对没有热情的 就是说打比赛的时候 没有那个冲劲了 刚上那个赛场的时候 那就问你一个问题 嗯 你想不想打 我想打 想打就拿出想打的样子 是不是 而且你又是个老人 对吧 你得做出榜样啊 你龙治标 嗯 是不是 是团队核心 是这个队的队长 你都倒下了 包括那他们怎么办 四个星球 没见过 从来没见过 你压力要赶住 好吧 我陪你一起抵 啊 是非常强烈的 没错 前面有一点 没问题吧 嗯 没问题去训练 训练 训练 老哥不都会这样子 我们也就训练了 就拿个 拿个路 差不多了 说了跟没说一样 压打 我还是压打 被暴打怎么办 啊 就是我 OK 我现在去训练了 然后输了一下我 你再怎么来给我调整 就是起码 你你你 你吵了 兄弟 换人 哈哈哈 换人是吧 直接换是吧 压打 刚才还说是队友和谐 刚才还是说是队长 现在压打直接换我 误了 兄弟吧 误了 很明显可以看出 孟雷跟最初这番对话 恰好说明 宜诺面临的现状 他是对那老人带四个新人 又不是设核版本 必须抗压 最终训练赛跟比赛 还是一直崩 结果就是换人 那么大家觉得 宜诺还能坚持多久呢